大家好 我是張宏軒 今天要來開箱這顆旋風小子血轉 今年六月的時候我在徐州參加一場比賽 他們很多進決賽的選手 都拿這一顆旋風小子血轉 所以讓我對這顆方塊印象很深 喔 裡面有一個膠塵 喔 這個是六色的旋風小子血轉 它還沒有上游就已經很滑了耶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手感的 而且它的塑料是比較軟的塑料 它的振動感跟碰撞感沒有像我之前的那個E的血轉這麼強 還不錯 還沒有上游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手感 真的是讓我蠻驚艷的 沒有想過說有一個方塊可以不用上游這麼好轉 嗯 這個蠻有機會變成我的新主力 來上點油看看 先加完油好了 放兩滴 明顯的肉滑效果 不會那麼乾 再來加看看 加完油是讓它變得比較滑順 但是你又不會滑得很過頭啦 不加軸心油是因為我還對這個方塊的特性還不熟 所以我不太敢一開始就加太多的 這種這麼重的軸心油進去 先加完油 變比較的穩定 但是滑順度一樣是在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藍油這種潤滑的效果 會穩但是你又不至於說阻力很大 我自己蠻喜歡的 可能跟這顆方塊的特性有關係 因為我之前加在E上面 它的阻力感就會變很大 可是加這顆就滑順還好 簡單試轉過這一顆 我自己會覺得 它很有可能變成我未來的新阻力 而且這一顆方塊它的價格也不高 我會覺得它的優點會是在它的塑料比較軟 喜歡比較滑順 甚至你標速手感的話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因為像我之前用E的時候 潤滑油其實我加了很多不同種的潤滑油 之前呢 郡文他有甚至有借我一些 國外的潤滑油我都有試過 要有那種滑的手感的話 真的要去試很多東西 才有辦法調到那種手感 可是這一顆方塊 我覺得你不太需要加什麼潤滑油 它就有一個很滑很順的手感 再來是它的塑料是比較軟的 相對起來 E的塑料感覺碰撞感比較高 比較硬一點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E在高速轉動的時候 那種很硬的衝撞的感覺 手法不好的人甚至會卡住 像我自己有時候太緊張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這樣卡住的一個狀況 可是這一顆我剛剛這樣試了下來 我是覺得是還好 而且它真的是蠻舒服的 聲音也算清脆 它也不是什麼聲音太吵的一個方塊 不過轉完E之後再轉這一顆 會有一個小小的後遺症 就是你會覺得 這個方塊好凸很難握 就是要去習慣一下它的外型 跟它的握起來的手感吧 以上就是我對這顆木瓜斜轉的小小的評價跟感想 好謝謝大家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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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小鈴鐺喔 嗯? 嗯? 嗯?